早安啦早安啦 前幾天啊一醒來 就感到無地想吐 而且頭還很暈喔 是暈360度的 走路也沒辦法走直線 於是啊 就很艱難的爬到電腦那邊 就在Google打 頭暈無地想吐 原本還想說 只是可能是小感冒之類的吧 結果出現 什麼中風啊 什麼中風前腸 什麼心臟病的 於是啊就很緊張的問路 老公怎麼辦 是不是要死掉了 剛剛查Google 他說這是中風欸 怎麼辦 一邊說還一邊很難聽的 要哭出來 沒想到 沒關係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買車啦 蛤 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樣就可以停車上車位啦 一比一萬 可以不開心 可以不要嗎 唉唷 就是逗你笑啦 轉移注意力吼 讓你開心安心而已啦 呆 沒事啦沒事啦 等一下帶你去看醫生啦 寶貝 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陪你一輩子的 你要放心啦 就在騎機車啊 要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那邊亂想 唉 如果 座房要怎麼辦 轉入了 就開始一直亂想 到了醫院 掛完號之後 醫生看到我走進診療房 就一直跌跌撞撞 然後醫生就說 妹妹你是不是會痛 而且是暈得360度 走路還不穩的那一種 呱呱呱呱的 哇醫生你怎麼知道 我一臉很崇拜的看著醫生 因為我是醫生啊 空氣突然安靜 喔對齁 說完 好像還聽到旁邊護士 不吃的笑聲 啊 請給我一條繩子 過了五分鐘 我還是很不放心的問醫生 醫生啊 他說這個是中風欸 我快嚇死了 沒想到醫生說 在網路上吵咳嗽之類的 也會出現很多絕症啊 放心啦 放心啦 後來得到的結論就是 有什麼耳鳴啊 什麼耳朵 什麼東西不協調 引發的暈眩頭昏啦 喔 然後其實醫生講了很多 但我忘了差不多了 呵呵呵 總之勒 這幾天啊 應該就會自己好起來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醫生還一直跟我說 欸 這幾天要慢慢行動 要慢慢 做什麼事情都要慢慢的 結果 我還是衝出去了 妹妹 你慢慢走 不要跑 喔對齁 我趕快跑回來 醫生 我再走一次 醫生好像已經嚇到了 真的好幾秒鐘 喔 喔 好啊 於是我就跟樹懶一樣 慢慢的慢慢的走出醫院 啪嗒啪嗒啪嗒 啪嗒啪嗒 我轉頭看向路 哎呀 可惜了 你的殘障成位要沒有了 醫生說這幾天應該就會自己好了